那么今天开工呢 桃园市就迎来零确诊的好消息 而1月发生了群聚感染的中立吸体餐厅 也在歇业将近一个月之后呢 今天是顺利复工 业者说呢 对于店内的防疫是更加严格把关 像是员工必须打满两剂的疫苗 同时做好快筛确认音信才可以上班 不过尽管通过政府的复查呢 今天复工后的第一天 吸体的来客量还是比平常少了许多 在门口开心放鞭炮庆祝 桃园市7号沉出零确诊的好休息 同时先前经历群聚燃疫的吸体中山殿 被迫歇业将近一个月 终于在新春开工第一天顺利复工 戴上生日帽与亲友开心聚餐 在复工第一天上门光顾一扫先前群聚一埋 那那时候传出玩意儿 我听了也是相当的害怕 但是我想说 应该消毒应该会做好啦 我相信他们啊 不会啦 不会啊 那么久了 打个下来更安全是不是 对 而且不会很多 不会有啦 风波过后终于开工 为了让民众安心上面消费 业者做出准备 上班前的同仁的话 我们都有做进行一步的快筛 门店的一个消毒作业的话 是包含到我们每一本菜单的内液 我们都会到消毒 那在这段时间内的话 其实来用餐的客人 我们都有为我们的客人 就是多准备餐点的一个招待 准备好各种诱因 又是加强消毒 又是各种撒必素 但是复工第一天来客树 还是有点差强人意 过年之后的话 普遍来讲的话 节日过后通常会有比较一些 就是客量的一个起伏 那以目前这样看下来的话 其实还算在帮忙之内 疫情逐渐趋坏 民众也希望生活能够更正 回归正常步调